哈喽,欢迎收看《遗寒雪国奇遇记》第十一五集 这天清晨,我们三继续修建雪国城堡 香味铺满的雪地都铺上了雪堆 三人石彩火焰高 现在两边的雪堆都铺上了 终于可以来复制最后一座冰雪塔了 菜花小凳子啊,你们有看到我做的蓝图工作台吗? 还有区域复制方块 菜花说,在他那 至于区域复制方块嘛,就只能够使用一次 用完之后就会消失的 好,那怎么还不错呀 我看一下 还需要红色电能线啊 那就放两个融入出来了哦 把电能线烧一烧 滴滴滴,一分钟过去了 做了两个区域复制方块 一个呢放在墙角底下 另外一个啊,要上他顶才行呢 我在边沿搭了几块冰砖上去 嗯,就要这里吧 鞋式看过去刚刚好 放着蓝图工作台,再放入空白选拙 那么就做冰雪城堡塔吧 擦小蛋仔,你们过来 我准备放最后一座塔楼了 我对不准,您帮我看一下距离 我尝试着放了两次 哦,都太过了 难道放入的点是在小神堡上 那就只能够撬掉一些啦 再几次这样两下 可算是找对地方了 现在就差平移了 小蛋仔说,再往旁边平移三格 那我还要再往旁边挖多几格 那就这里 我上去看了一眼 嗯,这位置刚刚好 现在就缺材料了 我点开之后啊 倒住我身上全部的材料 发现冰砖还差了一大截 我把身上的冰块都换成冰砖都不够 小蛋仔啊,帮我挖点冰砖吧 建筑材料又不够了 哦,还有 你之前的硬砂块是怎么做的呀 小蛋仔说 要去河边 河边地里有灰砂 之前我在草原的河边挖到的 那就只能够在松树林边上啦 来到松树林啊 我在河里发现灰色的石头 就是这个吧 还挺好挖的呀 咚咚咚的 很快就敲碎了 一条河下来啊 没想到灰砂是这么容易得到 一下子身上都有64个了 只要16个硬砂块 这样就足够啦 回到城堡处 我就将灰土块都放到熔炼炉里去炼 每个奇妙就点开熔炉 菜化小蛋仔批评我说 你是一直吃不了热豆腐哦 好吧好吧 等了几分钟 可算是等到16个硬砂块了 再把小凳子拿一些冰砖 全都倒进去 大功告成 放入电能闪生器 赶紧来下面看 我才刚跑过去啊 塔罗就已经现了一半了 哼 我们三人终于建成了冰雪城堡 至于宫殿嘛 休息一会再来做啦 点击关注 记得翻阅网机内容 精彩不容错过 下期节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不眩